大家好,我是大鹰 现在正是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 俗话说,一个荔枝三把火 荔枝虽然好吃 但是吃多了也容易上火 荔枝怎样吃才不会上火呢? 为此,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荔枝非常好吃的做法 而且多吃也不会上火 做法也特别简单 好吃不上火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我这里用到的是500克的荔枝 现在我们用手把荔枝壳完整的包下来 全部包好以后,把荔枝肉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荔枝快速去盒的小技巧 我们准备一根筷子 将筷子从荔枝的一端开始插进去 然后像这样戳一下 就可以把里面的盒给去除掉了 用这种方法给荔枝去盒 非常的简单 两秒就能去一个 接下来准备一大碗清水 碗中加入一勺食盐 用筷子浇食盐搅散化开 调成浓度低一点的淡盐水 搅圆之后,把荔枝肉放入淡盐水中 浸泡20分钟 用淡盐水来浸泡荔枝 这样在吃荔枝的过程中就不容易上火 而且吃起来也特别的健康 接下来,向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加入45克的冰糖 用大火加热一下 边煮边用锅铲搅拌一下 这样可以加快冰糖的溶解速率 搅拌过后,继续用大火加热一下 煮至锅中冰块全部融化 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的泡泡石 这时候我们再把荔枝肉放入锅中 边加热边用锅铲搅拌一下 20分钟过后,锅里面的水已经煮开了 而且荔枝也全部漂浮在水上面 说明荔枝已经煮好了 荔枝放入锅中煮一煮 也可以减少吃荔枝上火的现象 现在我们准备一个密封罐 密封罐已经提前消毒过了 我们把煮好的荔枝放入密封罐中 然后再加入糖水 最后盖上盖子,密封起来 这样我们的荔枝罐头就已经做好了 先把荔枝罐头放在常温下放凉 然后放入冰箱的冷藏室中 冷藏两到三天就可以开吃了 夏天天气比较炎热 我们再不用生吃荔枝了 这样很容易上火 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荔枝做成罐头 做出来的荔枝罐头吃起来非常的香甜 而且水分也特别的多 最重要的是,吃多少也不会上火 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随吃随取非常的方便 大人小孩都可以吃 而且做法也特别的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转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